今天猜股署公佈的3月官方流价指数不跌反升 似乎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我们细心分析下说得通 因为这个流价指数有些滞后性因素 主要反映2月中旬至3月上旬的实际市况 我们看到3月初疫情有好一点 交投亦回升了一点 再加上3月初美国提早减息半厘 整个市场气氛是好了 不过是否表示流价之后可以一直长驱直进上升 我估计未必 因为大家记得3月中时在海外回流 香港的确诊中数是多了 出现了次轮的爆发情况 所以未来4月公布的流价指数 亦有机会跌回0.5%左右 不过关乎最新的疫情情况 本地的确诊数字是一直减少 甚至出现了零确诊的情况 这段时间无论交投或入市的意欲都大了 交投是明显增加了 业主方面的议价和减价空间也收窄了很多 所以到5月份公布的数字 就有机会真的回升了 全年看长远一点 我们觉得下半年如果疫情没有继续爆发 没有其他更多不利的因素出现 之前积聚了的购买力是会大量涌现出来的 到时楼价一定可以回稳 目得升幅 全年来计则楼市有机会全益 我们看到首季楼价在疫情爆发之下 都只是跌了1% 如果比起去年5月的历史高位 亦都只是跌了不够6% 下半年楼价随时可以升回3-7% 是有机会令全年楼价值得正数的增长 甚至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下半年楼价值得正数的增长 我们下半年楼价值得正数的增长 我们下半年楼价值得正数的增长